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疫情了 花莲连续17天是零确诊 那么县长徐真卫 以及秘书长张艺华 卫生局长朱家祥 下午3点在卫生局召开例行性的防疫记者会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5号下午2点 公布新增31例确诊病例 花莲县连续17天维持零确诊 现在许中会特别呼吁民众将社会资源留给最需要的若是乡亲 防疫暖心食堂领取资格 需要涉及在本县 因疫情影响三参不计者 而且属于未领有政府部门各项疫情纾困的相关补助者 把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 把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 暖心食堂的领取的资格 他有资格的限定 是本县级 还有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三参不计者 所以排除了 如果你有领我们卫福部的扩大急需纾困的方案 不可以领 如果你有领孩童家庭防疫补贴的 不可以领不符合资格 如果关怀弱势 行政院关怀弱势加发的这个福利金 也不可以领 老保局的职业工会纾困补贴 或者是我们渔民的纾困补贴 老保局的就业保险纾困补贴 有领这些的补贴都不可以领我们的兑换券 这些都被排除的 另外我们国小弱势的儿童餐食补助 这个部分如果家里的孩子有领这个部分 也不符合资格来领我们的暖心食堂的兑换券 如果你是中低收入户 还有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以及有领老农津贴 老人年金的 这些也都不符合补助领取兑换券的对象 所以再一次呼吁大家 把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 那你来的时候你要带你的身份证 证本 如果你是带领 你还是要带领 你还是要带当事人的身份证证本 而且必须要有一些表单的填写 如果填写不实 还是有一些法律的责任 所以正位再一次呼吁大家 再一次呼吁大家 不需要呼朋引伴 您要协助的是 真的在这次疫情当中 生活陷入困境 三餐不济的我们的花莲乡亲 显得许忠语在计则会当中 再次呼吁中央政府 重视人民迫切需要新冠肺炎的需求 支持地方政府比照台积电 红海以及实际模式 购得新冠疫苗 让政府得以尽数为全县 湘兴 四大新冠肺炎疫苗 让民众民以恐惧之中 并且早日回到正常生活 就是中央 欢迎收到